37歲的曾先生任職於知名電子大廠4年多 擔任品檢員 平均月薪約28000元 忘記加班可領4萬元 但公司這幾年訂單減少 動薪3年加上工作量變大 讓曾先生萌生轉職念頭 正積極投地履歷 希望可以順利找到4萬元薪水的工作 疫情前幾個月吧 就進到這間上市上櫃的電子大廠 然後原本也是未來一片看好這樣子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剛好遇到了疫情之後 這三年下來訂單量大減 所以就是變成加薪的機會沒有了 然後即使說有加薪的話 就是幅度可能也沒有很高 那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就是 還是偏向說為了增加收入 而去找另外額外兼差的機會這樣子 那我也是後來也是有到餐飲業 工作兩年下來 Hank發現每個月能領到的薪水不到3萬元 加上工時每天平均超過11.5小時 讓他選擇離職 準備重新找工作 那時候店長是說一開始領下來大概會是3萬多 可是實領下來第一個月 因為畢竟第一個月它會是上一個月的獎金 所以我們第一個月領下來其實只有底薪 1萬8而已 那第二個月開始才會有真正的獎金加底薪 那領完扣完勞健保加雙北加計 領完還是不到3萬 也是有保底薪資的部分 那保底薪資從原本2萬5千多 現在已經漲到2萬6千多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到最後領的薪水還是有加 只是加的幅度還是會很少 其實加幾百塊而已根本沒什麼太大差別 我覺得最少也要3萬5左右 因為我那時候一開始談那時候就是想說3萬5 就是差不多 可是那時候我找的這間公司下來其實連3萬都不到 31歲的陳小姐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畢業 多以成績810分 在人力銀行看到外商航空公司客戶經理一職 憑藉語言能力與過去累積的客戶開發經驗 加上空姐資歷 讓她順利錄取 基本年薪95萬 將在9月底報到迎接新挑戰 轉職過程的話基本上因為我先前是航空業嘛 那大家都知道疫情的關係 其實航空業過得並不是很好 那也在疫情之前我剛好那時候就決定離開航空業 那轉職到朋友的這個公司 那過程當中當然會持續覺得自己可以有在努力跟進步的空間 所以當然也沉澱自己以後 就是選擇回歸到自己的長處 利用自己的長處再轉職跳槽 幫自己到現在的這個外商公司 那薪資水平會比較高 比較好 在談新工作的時候主要的加薪技巧會變成是說 讓公司知道你可以為公司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因為畢竟其實大家都知道 上班這件事情不是單純只有一個唯一口飯食嘛 當然公司也需要盈利 那你可以幫公司盈利 當然你就有機會幫自己再談比較好的薪水條件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有高達9成的上班族不滿意目前薪資待遇 創下近兩年新高 僅2成5有被加薪 平均增加2117元 而上班族透過跳槽最多平均可增加7346元 另外有兩成上班族曾以預離職 要求加薪 其中9.3%加薪成功 5.2%加薪失敗但被未留 還有5%加薪失敗因而離職 好 那其實根據我們這次的調查結果 有超過9成的上班族對於自己的薪資是不夠滿意的 而且這也創下了5年來的新高 那當中有75%的人表示自己今年是沒有獲得加薪 只有25%的人表示今年有被調薪 那平均加薪的幅度大概是2117元 基本工資已經確定要連續8年調漲 那根據了解也發現 雖然上班族認為 調高基本工資可以有助於邊際勞工的薪資福利 但是大多數的上班族還是認為說 調高基本薪資對於自己的薪資水準是沒有幫助的 甚至可能壓縮到他們既有的獎金 還有調薪的機制 另外呢 在一方面 市場預期加薪之後呢 可能會帶來通膨的效果會更加的明顯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現在我們之前調查有發現 有超過三成的上班族其實是有在兼拆的 那他們每個星期兼拆的時間是12.3個小時 每個月可以增加12667元的收入 所以如果對於自己的薪資可能會被通膨 甚至是基本工資調漲而吃掉的上班族 我們會建議 可能可以用兼拆或者是斜槓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薪資 曾仲威指出 沒有明確調薪制度的公司 可能隱藏常年不加薪的風險 建議求職者在面試時 可以主動詢問面試官 公司調薪制度及申前管道 以免到之後出現期待落差 被迫再度轉值 而虛度寶貴時光 記者聯席會 台北報導 Jonah remade based on Forure 별 rd mbode 櫃 過去 我期見ados Скажи 前님�們都是互 Alt CIA 公司 台灣